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立的餐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祈福县 我这里温度比较温和 是播种区 酒区 大家可以参考自己当地的气候条件 来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萝卜的播种方法 我要播种的是这种短型的绿萝卜 因为这种萝卜在普通的超市不容易买到 那我喜欢用这个萝卜来做萝卜馅的包子 萝卜丝丸子 不容易买到呢 我就自己来种一下 我这里呢 萝卜的播种时期 大约是在8月末到9月上旬之间 争取呢 在9月中旬左右 要见到萝卜苗出来 这样的话呢 在下霜之前 或者是变寒冷之前 植物生长停止 已经可以收获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掌握 一般来说呢 种萝卜都采取调播的形式 然后呢 后期进行建苗来调整这个猪具 那我在百元店买的这个种子呢 它里边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 我今天就采取学播的方式 来播种这个萝卜 下面我就实际操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菜床呢 就是我用来种萝卜的菜床 在黄瓜收获结束以后 我对它进行了太阳光杀毒 然后又拌了石灰 又下了底肥 已经把它整理好了 就在这上面进行播种了 用来播种萝卜的土壤呢 一定要非常的轩 保水性透气性都要非常的好 这个平衡呢 一定要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呢 萝卜等根菜呢 它们是属于植根植物 不能够育苗 然后移栽 一定记住这一点 选好了播种位置 就要从播种开始到收获 一直在同一位置让它生长 那我的播种位置 和下底肥的位置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大约30公分的一株 因为这个萝卜的叶子 将来会长得非常的茂密 要给它通风透气的距离 然后大体把这个播种位置 定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把这个坑好好给它挖一下 大约挖个七八公分 这个季节呢 因为气温比较高 很多呢 咬根虫啊 或者其他的虫子的虫卵呢 可能会在这个土里面存在 所以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呢 同时也在这个种子旁边 放一点这样的驱虫药 只要放一点点就好 我买的这个种子呢 它已经进行了消毒杀菌处理 看它表面有一层这个绿色的壳 在播种之前呢 我们先用拳头把这个播种的挖好的 这个坑底部呢 这样给它按一下 稍微按一下 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呢 放入三粒种子 三粒或者四粒都可以 如果种子的数量比较充足的话 可以放四粒种子 播种完了以后呢 要留一点余度 这样的话在一周以后观察一下 咱们这个种子的出苗情况 如果发现有缺苗的 因为不可以移栽嘛 我们可以及时的 把剩下的种子再补种进去 种子放到这个坑里以后呢 一定要给它按一下 使它和土呢 要接触紧密 好 接着呢 就给它培上土 把这个给它盖上 把土盖上以后呢 稍微在上面 这样给它按一下 不要按得太实 以免呢 小苗向外冒头的时候呢 太费力气 要给它轻轻按一下呢 使它跟土壤呢 接触的比较紧密 容易吸水吸肥 把土盖好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浇透水 如果播种完 直接就有自然降雨的话呢 也可以不浇水 主要就是保证种子 在土壤里边的初期呢 能够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这个季节呢 由于温暖多湿 菜苗出来以后呢 很容易遭受到 这种黑色的咬心虫的这个虫害 所以呢 我们在种子播种完以后呢 就要对它进行 防虫的这个保护 使用这个防虫网呢 一定要使用网眼 特别密室的 我这个呢 是在 一毫米左右的这个网眼 我这里呢 因为在这个菜床里 种了一棵果树 所以造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大家没有像我这样的话 造起来会更加简单一些 总之呢 就是全部的照岩石 不让虫子飞进来 残卵就好 好了 这样绿萝卜的播种就完成了 萝卜呢 也可以在种植袋里 像同样的播种方式 来进行播种 关于种植袋的制作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视频 好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